土城那邊不會碰到我 這邊不會碰到你 那南港那邊會碰到你嗎 比較有機會 因為南港展覽是我們常去表演的 那到市政府站有機會碰到嗎 市政府就是看有沒有去辦公才會 那竟然敦話、忠孝敦 就是我們要在那邊hand out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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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了 沒錯 阿婆呢 我也是南顯 而且大家如果在忠孝中的話 東區的話比較容易常碰到我 因為我們有歌詞叫東區東區 我們其實很常常在東區玩這樣子 欸你問我們是因為東區東區才會代言人對不對 對 你看你扛下了 你扛下了 扛下了台北東區的經濟 所以東區附近跟他一起在國庫紀念館啊 對 中校復興啊 對 是 是 小居我本人呢 就是 因為我住在文山區嘛 所以其實我比較常搭的是文湖縣 對 文湖縣其實還蠻美的 就是因為他是 他是難得在天上飛了一條線這樣 所以可以有很多景色可以看 其實他很不錯 是往木炸方向坐就有機會看到你了 呃 說不定往內湖方向坐也行 內湖方向坐 往那邊走 對 然後最後可能會在貓空懶舌 那邊不期而遇 哇塞 如果這位寫下來了 這位寫下來了 是 貓公攬車 內湖 動物園 文湖縣 咖咧 對 喜歡去買玩具 所以我可以 中校新生站 對 中校新生站 西門站都可以常遇到 哇 其實我也蠻常在這兩個站被遇到 對 就是合照 直接告訴你 然後你可以支持我 最後請代言為所有參賽者帶來祝福好不好 呃 就是 非常開心可以來代言 絕美技術大賽 那也希望所有到時候的參賽者 都可以 抱持著 希望 好好表現自己的心 因為我覺得剛剛 其實我們那時候來代言 也發現 哇 那個冠軍獎金 有140萬 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相信 每一個參賽者來參賽 要的都不是 那個最後的獎金 而是屬於自己的榮耀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地在台上表現自己 太棒了 所以為了表演 其實 不會前表演的表演是最快樂的 對對對 那下次我們就不賣票了 可以 也可以啊 8月15號有賣票 8月15號就可以來風街找我們 我們每一場都是一樣的 努力的表演 謝謝831 謝謝 我們來拍個大合照 為今天帶來完美的Ending 我們請三位長官 沈總 看看我們中間的相機 再次謝謝各位長官 媒體朋友們參與 也感謝我們 李文中董事長 沈總經理 不太是華的李總經理 謝謝大人831 謝謝李協理 謝謝 謝謝女孩窮戰 B-BOYS 欲出2020捷運杯捷舞大賽 圓滿超級成功 謝謝 請B-BOYS跟831來合照一下 來 全讚 兩種獎票一起拿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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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宣布 8月15號 831 不賣票表演 耶 大安一間 中間演出 謝謝 謝謝 請看 看看我們中間的相機 中間的相機 中間一樓 中間D1 好 中間左手邊 最多G-C那一邊 右手邊太酷了 中間左手邊 有舉手那一位 中間左手邊 對對對 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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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ure 好 我們先謝謝賽奇的BBOY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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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站先休息喔 謝謝熊站 今天謝謝你 幫我們家更好多 謝謝 請冰布來交八三二一 接五後十 中間 中間的二樓舉手那一位 中間二樓 對對對 喔 中間左手邊 中紅色陣衫那一位 對對對 OKOK 再看看你的左手邊 左手邊 神總經理的後方 對啦 對啦 再看看你的正中邊 看看你中間的相機 看看你的右邊 中間二樓 二樓舉手那一位 也是 中間右手邊 舉手的女生 看看你的左手邊 很多很多記憶 那邊 很多很多記憶 中間左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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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連訪需求 請舉手給公主哥 或者黑皮哥看到好不好 如果你有連訪需求 請舉手一下 我們幫你安排 謝謝 OK 好 可以了 再一張再一張好這裡 歡迎全家座的第二支美女朋友們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一支有白牌 好 可以了齁 來吧 3 2 1 請問 今天是問第一題 身為代言人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順便請大家趕緊幫我們 這次非常開心可以在 代言第16屆捷運杯借舞大賽 其實我們從 小朋友的時候 學生時期就常常看到捷運 捷運借舞杯的 大賽 那希望大家可以 喜歡跳舞的朋友們可以盡情的來展現自我 趕快來報名 非常歷史悠久而且非常盛大的活動 這一次獎金非常的多 對 連霸天都想要去參加 對 趕快報名 應該還有機會吧 對 你就負責當炮灰好了 剛剛在台下看到 台上兩支隊伍 互相battle 有沒有覺得很熱血 還是有什麼樣的感想 其實 我覺得那個舞團最好玩的 就是他們可以 就是這樣子像一群兄弟一樣 一起就是跳舞 就說要打來練武士打吧 大家就可以 就是好好宣洩的地方 那你看樂團就比較辛苦 樂團就只能自己一群人 這樣子 背著吉他去battle 對 而且要打也可以去練團 對 對對對 那你看完會想想小式身手嗎 想說 小式身手 會想就是嘗試看看 我們要先跟剛剛的兩組bboy 就是討教一下 對 而且他們 他們對我這種沒有舞蹈細胞來說 都是那種大師等級的 而且他們剛剛真的好多好多那種 不論是combo技也好 還有就是 在我看來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舞蹈方式真的超猛的 其實我們更期待就是說 我們到時候表演的時候 底下會有非常多人跟著我們的舞曲跳 嗯 希望他們 就在我們的舞曲連發 也會出現這麼精彩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他們在台下也是轉圈圈 對 那也是滿正的 那就來台上 對 那就來台上 對 可能你講一下做捷運有趣的一些經驗 做捷運有趣的經驗 嗯 OK 誰要先 劉B嗎 做捷運碰過什麼好玩的事情 對 那就是 就是之前我在 我們在搭車的時候 就有跟團員分享過 就是 我在高中的時候啊 就曾經 就是有一次發現有一個女孩 每次 早上七點的時候 是 就是很準時就會去搭車 嗯 你發現代表 是只有你看得到嗎 還是她是 只有你看 其實她是捷運戰務人員 然後 然後所以說我以後 就是為了七點看到她 所以我從此上學就很少吃飯 哦 沒錯 真的是太認真了 沒錯 為了看她 後來 後來呢 後來劉B就畢業了 有一天她真的就不見了 哈哈 好爛喔 好爛喔 她去哪裡 最後你還是沒有去跟她打賞 沒有 我只是為了早上不要遲到而已 哦 真是太正派了劉B 對 沒錯 她發現你不是很有趣的經驗 有的 就是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們高三的時候碰到SARS嘛 就跟最近一樣就是大家做捷運都要戴口罩 對 那不巧那天我也是怕遲到 就趕快跑去搭捷運 可是呢我忘了戴口罩 哦 那是 這樣一定遲到而已 但是我是 不遲到而已 對 所以我就拿一張衛生紙 幹太臉了 對 想說這樣應該 亂我意思吧 白色應該都看不出來 結果才剛進捷運的雜口 然後我就說 那個同學 他給你個口罩 記得戴口罩 至少打個領帶吧 對 至少打領帶 出瞎 阿普碰過什麼有趣的事嗎 呃 其實我覺得那個團員講的都還蠻好玩 因為 因為以前學生時期比較常搭捷運 然後 像劉B就會在那邊偷看女生 對 你不會買 男生都會 我如果看的話我也不會講出來 對對對 那我比較好玩的是因為 我們之前有 像遊戲或是 可口可口帶領等等 那時候車上就有我們自己的小巷 然後那陣子我們搭捷運的時候 就還會自拍 我覺得那時候如果 因為 但那時候戴口罩 想說大家看我們在那邊自拍 應該會買樣奔奔 對對對 然後 其實我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但不是學生時期發生的 對 是有一次我去錄音室的時候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沒有是從錄音室要回家 當時是人蠻多的下班時間 然後我就剛好有位置 然後坐下來 旁邊一位大叔 戴著耳機看平板 對 然後我想說 他怎麼看那麼陸迷 然後我就是撇了一下 他在看成人片 對 這麼開放 對 然後我就是 那你有跟他一起看嗎 我當然有一起看啊 但是我也不是明目張膽的 看我就是這樣飄一下 然後轉頭 飄一下 然後結果我就過一段時間 發現我就是身邊圍了一群男生 然後大家都這樣 然後後來他 然後後來他倒陣下車之後 然後大家就是轉過頭 然後就默默開始做自己的事 好像沒事發生過一樣 滿特別的經驗 對 真的很有趣 很少可以碰到這樣的 對 丁哥呢 我 還是你就是看片的那個人 沒有啦 我就是那個大叔 沒有啦 我曾經因為在捷運上面 為了看那個漂亮的妹妹 OK 就是坐過站 可是你知道坐過站的時候 想說 欸到站了 然後你要往前衝 結果門關起來 對 然後你就被擋下來 我覺得很丟臉 因為你接下來到下一站之前 我覺得每個人都在看你 然後就覺得 蛤 不行啊 就很丟臉啊 因為你在看那個妹妹 那個妹妹在旁邊 然後你要你在那邊衝 就覺得很糗啊 就很丟臉這樣 對 那妹妹有順利下車嗎 沒有吧 我不知道啊 我那時候已經很丟臉 你就不想看了 OK 說不定 說不定 喔 謝謝 OK嗎 謝謝